地上呢 确确实实 我去的是第八年 地上才长草 当地人告诉我 真是七八年的时候 这个土地上草木不生 草木不生 当然会几乎吧 没有受惩吧 那我们想想 佛经上讲的小三灾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现在战争 这个核武的威力 超过广岛 广岛那是楚行的 那是最初的核子弹 现在这个威力超过 百倍千倍 那如果这个战争 打七天七夜 佛经上小三灾 不就出现了吗 这个是世界毁灭现在战争 佛经上有这个手法 那个大的这三灾呢 那是星球的毁灭 太阳系的毁灭 那是讲这个 讲世界的沉住坏空 小三灾是在地球上 我们这才明了啊 一看 广岛长期一看 我就明了了佛经上所讲的这个事情 那么照法国诺斯多玛斯预言里面讲 这个战争之后 世界上的人只剩下七亿人 全世界只剩下七亿人 以后一千年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在了 为什么呢 人没有了 人太少了 人不需要再争了 世界末日啊 所以中国古老的文化 大乘佛法 能够救这个劫难 唐恩比博斯大力活跃 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这英国人 那么这些年来 我们晓得英国学校 从小学中学大学 扩本里面 有佛经 有儒家东西 他们已经列入正规的 教育了 两年之后 澳洲 澳洲跟进 我最近在澳洲居住 澳洲这个学校里面 送过两本书 这两本书是学生读的佛经的过程 完全用英文翻译 这么厚一本 那两次 中国永远要跟在外国后面 外国将来 这个佛教教学 儒家东西 正规进到学校了 中国会跟进 一定要外国先做 中国永远是模仿外国 学外国的 外国做出 沉寂出来 赶紧的追 外国人要说不做的时候 中国人 虽然是自己的东西 老祖东西 忘掉了 想不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遗憾 那么这一次 昆斯兰大学 聘请我去做教授 我这么大的年岁 我答应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昆斯兰大学在澳洲 就相当白大在中国 是澳洲最好的一个学校 我到学校去 去教什么呢 教花言经 教私塾 我开这个过程 不但帮助学生 帮助许许多多教授 很难得 现在我还没去 聘书传真给我 我5月1号才签字 同意接受 那么听说学校 给我一个办公室 这办公室相当大 可以给我做流通处 我们的佛经儒家东西 放在那里 可以提供给学校里 许多多有兴趣研究的教授 非常难得了 我们要再去 向学校里头去建议 要开这个 人家不会答应了 拒绝 你有什么资格 到学校里来 那么我在澳洲 接触最 平凡最密集的 昆斯兰大学 格里菲斯大学 南昆达 住得比较近 往来比较多 我在 格里菲斯大学 帮助他们建立一个 多元文化中心 团结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帮助他们做这个 真正是想不到 昆斯兰大学会 会请我去教授教科 他们希望 能用这些课程 能够帮助 促进世界和平 消除冲突 这个理想 很难得了 很珍贵 佛法 使 释迦牟尼佛 对一切众臣 至上圆满的教育 可惜没有人知道 现在把它看成宗教 一般社会把它看成低级宗教 泛神教 多神教 非常迷信 但是这个话说的 我们也不能反对 他说的很公平 佛教在形象上 给人家感官 确实如此 这怪谁呢 怪出家人 没有深入经典 不能怪别人 怪别人是错误的 社会上对你 为什么这么误会 是你自己误导了别人 你能怪人吗 所以我在前天 我对同学有个声明 说的很清楚 从今往后年岁大了 我也不讲经 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 但是我会参加了世界和平的活动 我对和平 对于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我一定会尽我一点 民伯之力 其他一些活动 我不会参加 我也不会在佛学院教学 那学习这个学校 为什么请我呢 学校请我答应呢 我答应是希望 把佛经这个课程 能够在世界上 顾名大学 提升到最高的修复 让人家知道 经典是教育的课程 我目的在此地 往年 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 他在晚年 七十岁以后 在台湾大学 他在波斯班开的课程 是隋唐佛学 大臣佛学 他开这两门国 以后 年岁大了 在台大退休 这个 府人大学 平行大学 这四地大学 在波斯班开 华言这学 那这是教授 他开的课程 出家人在学校 开这个课程 没有啊 那我有这个机会 这个是 把佛教 在学术上提升 我们应尽的义务 再老 再辛苦 也不能推辞 就是中国 要以德治国 那请法师 能不能结合 佛陀的精神 谈一谈 您对江主席 提出的这个 以德治国的 说法的一个理解 同时 请法师 为我们大家 憧憬一下 未来的 一个德化社会的 美好的前景 如果要是真有 那么一个社会的话 如此美好的话 相信会 唤起很多人 对他的 追求的愿望 会唤起人们 改善自我 以自己的行动 来实现那个美好 美好时代的 一个愿望 谢谢 江主席 提倡以德治国 如果 他这个德的含义 是中国 古人所讲的道德 那么江主席的功德 将是在中国历史上 几千年来 第一个胜任 他来 挽救了 中国 这个国家 民族 他是真正的救星 因为中国 能离道德散亡 我们能看得到 他将来的结果 是亡国灭主 就跟罗马帝国一样 如果还能维系 这个祖宗 遗留下来 这些教训 现在外国人 在追求 中国人要能够提倡 那确确实实 中国是领导 二十一世纪 我在外国 也常常 给这个外国人说起 因为外国人 好像是有一本书 叫黄河 在外国流传的很广 所以大家都恐惧中国强盛起来 因为世界这个列强 在过去两三百年当中 确确实实是欺负中国 唯恐中国强盛起来 要报复 所以引起了非常大的恐惧 我在过初讲演 给他们解释 中国人强大起来 也不会报复 什么原因呢 中国这个民族 是个和平的民族 是个谦虚 忍让的这个民族 它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虽然现在这个文化被严重的催灭 但是种子还在 非常口贵 只要有人提倡 有人能够把这个政策稍微调整 中国这个道德人文的 这个文化会很快的复兴起来 会带动整个世界的社会安定 给世界和平 儒 儒家叫人是什么 仁义 什么是人呢 推极接人 我想到自己 我就想到别人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中国极千年受这个教育 今天虽然整个摧毁了 老百姓还是这个念头 他想到自己 他会想到他的亲戚朋友 会想到他的灵力相当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听信 是根 古圣先贤的教诲 所以他有这个行为 他有这个思想 那我晓得 江主席 小时候受过儒家的教育 他有根 我跟他的大妹妹很熟 江泽林教授 我从他们里知道江主席 这个年轻的时候 一些死 他不忘本 心地很厚道 知恩报恩的 难得了 所以我对他很尊敬 他纪念祖宗 有时候还上坟 看看祖宗的坟墓 所以我相信 他所提倡的这个义德之国 肯定是中国古圣先贤 传统的这个道德概念 这个提倡 它是我们中国 几千年来 国家领导人的 第一人 这个事业的伟大 劣带的帝王 不能超过他 我应该是给他 他不懂得了 不懂得了 其实是 这事业的 毕竟的 我会以为 空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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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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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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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